游客站在礁石边关浪 忽然看到一阵大浪袭来 纷纷回头逃跑 但根本来不及 大浪打在礁石上 激起的浪花大约有四层楼高 游客们瞬间被大浪吞噬 像骨牌般跌得东倒西歪 甚至有人反滚一圈 跌在尖锐的礁石上 一对男女原本站在一起 双双被浪冲倒 男子赶紧扶起女子要逃命 但还没站稳 几秒过后第二波浪紧接着袭来 两人跌在礁石上 一动也不敢动 其他游客惊魂未定 顾不得身上的伤势 想赶快离开 却一个亮枪插点又摔跤 画面显向还生 受到熟力机温带气旋影响 实体平风景区内出现 二到三公尺高的长浪 不少游客前来观浪 汗浪花合影 还有人坐在礁石边钓鱼 危险的画面令人捏一把冷汗 东北角是岩石比较多 这个岩石没有那种多 但是浪花也很漂亮 所幸游客只有轻微擦伤 但事实上这些浪大到 连当地人都心惊惊 这个浪那么大 其实我们一般 我们当地的居民族人 其实都不会下海边 目前实体平风景区内的步道 和栅栏已经进行封闭 还迅速如果发现游客 在近岸逗留将会劝导撤离 记者刘吉娇 蔡羽山花莲采访报导 凉族在洪山中 传统筹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